欢迎回来Valk频道 我不确定具体这条片放出来或是哪一天 但是应该是在五年农历春节的这个假期 那么现在这里还是祝各位青春假节愉快 独虎生威 做事情独虎天异 OK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鞋款呢 是好多人一直在问的 就是SALOM的这双XT Quest OK我手里现在是有两个颜色 早前也跟大家有一个小互动投票问了一下 各位最喜欢哪个颜色 好像差不多有六成多的人都喜欢沙色比较多 不过我自己是喜欢黑色多一点 那么得益于2015年的Broken Arm 这一个选货店的独到眼光呢 成立于1947年的SALOMON 也是在这一年成为了这个品牌的分水岭吧 借此机会可以说是出圈了 让更多潮流时尚圈的人 认识到这一个户外领域的品牌 那么也是赶上了国内户外运动的 这一个算是元年吗 关于SALOMON这品牌呢 就不多做介绍了 熟悉我的观众应该知道 早前也就数不清的影片都有 详细的讲解过SALOMON的各个鞋款的历史 那么这一次呢只针对这一双XT Quest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以及一些穿搭的灵感 这一双鞋也是得益于The Broken Up这个店铺的一些 发掘的眼光吧 他们在早前已经有过尝试把 Speed Cross升级成为Snow Cross 这个鞋款的这种经验 就是等于说把它高筒化 那么这双鞋呢可以理解成是 第一代的XT WINS 然后加上一双户外款叫做 Quest 4D的外底 组合而成的一双鞋 就变成了XT Quest 那么这里要注意一下 XT Quest用的外底是来自 Quest 4D鞋款中的第二代 因为从第三代开始呢 4D Quest的鞋款已经取向于变成 XA系列的大底纹路设计了 这一双是XA 3D Pro 这一双是Quest 4D二代的底 三代的底跟这一双更像一点 如果你有看过我分享这一双鞋 XA系列的鞋款的话 你也知道XA系列是SALOMON的徒步系列 这一双是Pro 3D 这一双是Fusion 面料材质不一样 大底相同 那么XA系列呢 普遍前掌都会比XT系列更加宽一点 因为它是定位于越野 徒步这种就是长时间行走的这样一个定位 抓地稳定以及舒适 会是它首要的目标 特别适合脚宽的朋友 XT系列会更加注重防滑轻便 同样的码数下 XT系列刚刚好 穿这双XT Quest前掌松动很多 我个人建议此码怎么选 还是选回跟XT系列一样就好 比赤脚大一厘米 XT Quest这双鞋 在我这几天体验的感受下来 我觉得是超适合城市穿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得益于它的整个底都来自Quest 4D 虽然说这个系列是民用系列 那SALOMON熟悉的朋友也会知道 它有专门的军事系列 军品系列叫做FORCE 他们也有提供Quest 4D和XA系列的鞋款用于FORCE 能被选进军品线的鞋款 本身底子肯定不会太差的 Quest 4D这个大底在日常城市穿 竟然能够跳出SALOMON一直以来 被人诟病最多的这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光滑的磁砖地面不够防滑 我体验的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在下雨 所以我是特意专门挑了一天去到附近的超市 看看卖海鲜的那一个区域 走了两步是完全没问题的 如果之前有穿过XT系列 不一定是XT6、XT4、XT5什么之类都可以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如果在那种情况下 我是不敢做任何大动作的 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了一下 就是前掌稍微转一转 发现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这双鞋的鞋底橡胶 还真的有一定的粘性 抓地力蛮好的 它有点像橡皮擦 比较有摩擦力 然后它的整体纹路凸起 面积够大也够深 抓地效果真的很好 在那种滑腻腻的鱼缸水的这种磁砖地上 站得住脚 原地旋转扭动 我都不会怕摔倒 这个还挺出过意料 就是鞋身不防水 如果鞋身防水的话 我觉得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全天厚城市通勤鞋款了 简单看一下这双鞋基础配备啊 嘿嘿 招牌的Sense Fit 携带系统 招牌的Counter Grip 大底 以及这双鞋独有的一个4D Chassis 稳定结构的系统 它是分了三层的中底 上面这层白色的 跟底下这些点点构成的白色 是比较柔软的一杯泡棉 当然这两层的泡棉柔软度也不一样 然后通过一个外骨格一样的这种稳定片 把整个鞋围了一圈包裹起来 配合这一个抓地以及抗扭转非常好的大底 这个纹路设计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城市穿 抓地很好同时稳定度又特别好 并且它也不容易粘迷 Counter Grip 这个招牌的科技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说字节的功能 那么 XT WINS 这双鞋 属于 XT 系列的第一代 我可以放一张原始的图片在这里 OG版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慢慢到 XT WINS 3 就开始特别像 XT 6了 我说这双Evnir的版本是 XT 5 这一双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平替Evnir这一双的 因为当年也很多朋友想问我 这双是在哪里有卖 买不到了 因为他们当时出的量非常少 觉得这个其实效果 预看还蛮像的 那一个年代出的鞋款 都是这一种复合材质的鞋身 就是网面外面缝一些皮革 做了好几层不同的纹路 以及材质的叠加 进化到第六代的时候 XT 6已经是全压胶的了 非常轻便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层次感 科技感味道会浓一点 这两种哪个好呢 我觉得各有优劣吧 就看你自己喜欢了 其实对于日常城市通行来讲 它们之间的性能差异 你不太感受得到 虽然说它叫缝合鞋款打引号的 但实际上它只是综合了两款鞋 各自不同的优点 而且它并不是生搬硬套的 直接拿过来装上 它还是有做一定的改动 为了适应这一个 迪邦版本的4D 这两款鞋在外观 以及材质工艺上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 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的产物吧 在细带系统的开端 也跟XA系列是一样的 是两个点点 从大拇指的位置斜拉过来 所以这个受力的状况 会比XT来讲会更加舒服一点 这款鞋也有高中低帮 以及特高帮 好几个不同版本 那么在把Quest 4D低帮化 变成XD Quest这个过程中呢 也保留并且添加了一些XT系列的元素 比方说这一种 脚后跟位置非常的圆 这一个小小的特点 在XA系列上面呢 是没有的 XA系列是比较平直的 一条线斜下来 尤其是Quest 4D这一个 很明显能看到脚后跟 是有一个球形的形状 性能感非常的足 而且跟XT系列一样 是没有后跟提环的 OK没有后跟提环 XA系列都有 当然我这里全部都是低帮版本 高帮版本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像是我只在XT Quest上有见到过 就是他们把鞋舌 这一个收纳的带的形状 改成这种上路式的 并且鞋舌侧绳的位置还做了这一个穿透孔 好看又好用 从上方塞入整个系列系统的设计 我觉得比起从下方塞入要舒服一点 我指的是日常在尝试用 而且侧面穿孔的造型看起来很帅很有科技感 材质搭配跟这双鞋的风格也能做到很好的呼应 虽说这双鞋不是一个特别新的鞋款 但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国内的SALOM官方 第一次把这双鞋正式介绍给大家 并且令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就是这一次我拿到了两个颜色 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东莞这套鞋款也是我自己手里有的 SALOM的鞋款里品质感最好的 目前还没有之一 but anyway 这个不是重点 这款鞋的好呢 我觉得很难通过影片传达给你 真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试一试好不好 而且他们现在好像最近也在 不同的城市都开了好几家线下的店 应该是蛮多机会都可以接触到实物的装鞋 强烈建议 我手里这两款呢都是不防水的版本 一次出门穿8到10个小时的情况下呢 我会更加愿意选择透气性了 多过防水这个属性 这双鞋的透气性呢 也是我这条影片所展现的 所以我SALOM的鞋款里面 我认为是属一属二好的 那么鞋垫依然还采用了 Otolite的这个抗菌鞋垫 但这一次就没有后跟的那一个 多一块的海绵 鞋舌部分虽然它上面没有鞋 但是跟XT其他系列一样 都采用那种内学endrofit的设计 穿上去呢鞋舌不会左右歪 很舒服并且包裹感也很好 那么以上就这一个鞋款的 一些基础信息和它的属性了 那么在后面的部分呢 就是给大家带来几个简单的穿搭示范 提供一些小的灵感 看看下定决心买这双鞋的朋友们 到底应该怎么穿会比较好看 不一定是终极答案 只是我个人喜欢的一些偏好 这双鞋本质上是一双户外鞋 风格的穿搭是一定不会错的选择 我是先收到黑色后收到刹射 所以我先入为主 用黑色来做一个主要的基调 然后以它来做其他的搭配了 插一下 刚刚我一直没有拿着黑色来演示 主要是因为它不太好堆上胶 我怕你们看不清楚就用刹射了 不过我个人是更喜欢黑色 这种black on black层次感的 同样的色调在不同材质 对于光线角度的反射下呢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质感 整体的大轮廓 在同色调的基础上 会显得更加明显 整个鞋的扩形感更加强 视觉效果我是觉得非常棒 很够酷 当然它确实显得不够年轻 这个见仁见智吧 看你自己的风格了 那么如果你是想用这双鞋 去做户外三系风格的穿搭呢 我早前分享XA系列的时候 就已经顺带把它的穿搭 影片里的另外一双这个鞋 一起出镜过了 所以我就不重复穿搭了 那么这一次的穿搭 其实我刚刚说了 是以黑色这双为主调 去做散发的穿搭灵感 所以其实主要是比较偏 archive跟时装感的 更加适合在城市生活 比较多的朋友们去采纳 那么首先呢 纯黑的鞋款 我觉得户外鞋配条纯黑的工装裤 很帅很好看 工装裤是来自 19还是20的 Nosca Sim春夏 非常好穿的一套工装裤 裤型也非常好看 面要够薄的同时呢 效果够挺阔 上层搭配是来自 Villance的这一件Demble Shirt 这件衬衣是 有点半透明 灵灰色 里面内搭一件黑色长袖打底呢 它看起来会更加的有层次感 因为半透不透的效果 这件衣服呢 是单头拉链 Villance好像大部分都是单头拉链 除了某些外套之外 所以说它不能做那种 任意停在某个位置 把下摆拉开的效果 好在它的领口呢 还是给了一个扣子 所以它是可以把领口扣上 去做一个略微A字型的穿搭 然后包括它的袖口下摆 都有一些比较凌厉的这种 Cutting的线条剪裁 透出底下黑色的层次感呢 我觉得整个人的线条 显得干净利落 那这一层不是特别的厚重 春秋穿搭会比较合适一点 配置方便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Lonline Tearbell 整体我还是讲 简单舒适为主 然后这次手的穿搭 包括但不限于这一套 都可以在黑色以及杀色 这两个不同颜色之间 无缝切换 一款鞋 有两个不同的颜色 可以达到两种不同的效果 虽然风格上是一样的 但是给人的感受会完全不同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你们在画面上 应该也可以看得到了 关于这一次穿搭的示范 画面呢 我常用竖牌 感觉比较省幕空间 也不当我讲解 同时我觉得竖牌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新鲜感 这个构图方式 还挺适合全身穿搭 来做展示的 在这支影片之前呢 我已经分享过了 一个竖屏版本的开箱 如果你敢进去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 也是我的小小的新常饰宝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么第二套呢 一套Archive的感觉 裤子是来自 藤原号Vanquish 那一条破坏灯的形容 我忘了是115还是16年 实在蛮早的 不太记得了 这裤子也是拥有很久 但确实 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不多 好不容易 我觉得这次还挺合适 就拿来搭一搭 那么上身的衣服 以及帽子 都是来自Filler 和CP Company 联名的这一个作品 如果你有没有看过的话 影片在这里 马甲是来自 CMF Comfy Outdoor的 Overlay Vest 已经有分享过这款马甲了 我就不过多介绍 它们统一搭上身的效果 就还挺好看的 尤其在色调上 Filler和CP的那一件Croonix 稍稍有点灰片绿的感觉 能打破整身 灯芯绒加马甲 这种暖色灰的质感 有一种冷暖灰的拼接 同时帽子跟鞋 都是一个重色 看起来头尾有个呼应 这种的效果 当然也是有黑色及杀色 两个颜色的版本 不知道各位会喜欢 哪个颜色多一点 视频方面会比较简单 就是一些我平时都有在戴的 手肘戒指以及项链 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不知道这套路你会给几分的 我还能再过来一套呢 就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 内膏领搭J68 以及中间是这一个 SLP的拉链位移 然后下层的裤装是来自 从下跪于早期的品牌 No.9 其实No.9的破坏地脚裤不难找 但是我这一条是在破坏的版本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到底哪里还能再找得到 也是之前我发动态 很多人问的 甚至问裤子的人 比问鞋的人还要多 所以大家也统一回答一下 没有破坏的版本我找到几条 但是有破坏的版本 我真的是一条也没找到 经典的类型皮牌 拉链还用的是RURI的 比较不舒服的就是 它的整个版型 属于那种低腰版 当下比较勒 现在攻下的SOLACE 我觉得也是或多或少 有一点点当年的影子 但是摇滚味道更少 我觉得更加先锋了 所以我也是想到 用黑色这双 搭配弹那条牛仔裤 我觉得算是一个叫我的致敬 整体味道我觉得很喜欢的 不过这一套呢 我选择用刹射 我想试试看 搭配尤其是浅色的J68呢 我觉得也是效果相对异常 为什么内打我会另外要 穿一件SLP 它其实不是很看得出来 因为折住了嘛 是因为内高领 本身这件打底 表面材质 不够这一件来的高级 所以我会想要打一件这个 看起来会更加呼应J68一点 那么同时这件SLP呢 它属于一个圆领位移 下板是有楼纹收口的 比较适合像J68这种短款的外套 下板不会说凸出来太长 然后没有收口会显得很拖沓 因为J68这种简练利落的造型 这种机车夹克的感觉 我想看起来更加俐落干净 看起来更sharp 当然也有黑色跟沙色的版本 两个颜色我都很喜欢 在这套路上出现的效果 我觉得都很好 OK那么总之呢 以上的穿搭分享 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灵感 不一定要照着我一模一样的去穿 我也知道这几个路的单品 不一定现在都那么好买到 OK那么总之就是 关于XT Quest这双鞋的一些 我自己这几天拿到的一个感受 以及关于它的一些穿搭 发散的一些灵感 又想要XA系列的舒服 又想要XT系列的高性能 XT Quest一双鞋就可以满足两个系列 没什么好犹豫的 关于这双鞋的发售信息呢 我会具体把相应的颜色 分发售时间别在屏幕上 大家感兴趣可以截图看一下 那么关于这双鞋的一些基础信息 关于它的发售 关于它的选购 以及关于它的穿搭灵感 就是我这次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些 好玩的东西 我也很期待2022年少 我们会有怎样更加新的联名 和其他大动作 那么也还是 再次祝各位新春假节愉快 假期忘得开心 我们年后再见 拜拜